16发布之后很多老款型号都开始降价了 甚至以往保值率超高的Pro旗舰 今年也是跌惨了 那么想考虑Pro系列体验苹果的真旗舰 现在就是最合适的入手时机 首先同价位 千万不要买iPhone16 因为双摄一般高刷也没有 相比15PM真的差远了 而且15PM不仅有三摄有高刷 而且50多张的价格让你体验到外面的质感 当然如果预算卡在4000出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4PM 它绝对是目前零动岛性价比最高的 同样是高画质高像素以及更高的配置体验 X6处理器再占个30年也不过时 不过对于追求实用性的人来说 或许13PM是依旧神一样的存在 毕竟跟14PM就差了一个零动岛 但却能足足省下1000块 想要入手的30张拿下